古代的男子在某些节日的时候,会在脑袋上带一朵花,而如今的一些男生在拍照片的时候,也会带一朵花, 朱一龙耳朵上就带了一朵白色的小花,看起来美得像是一幅画,像一幅画,而今年偶像练习生出道的朱正廷,容貌也非常的精致,脑袋上面带了几朵白色的小花,配上这个精致的笑容,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吧,你美起来,就没有女生什么试了怒含精致的容颜,我们都已经有所了解, 当他带上一朵黄色的花面带忧郁感的时候,整个人像是折翼的天使掉落人间,让人忍不住心疼,好舒服雷佳音自己评价自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有着陆寒一样的高颜值,但是看看他带花的模样,像是一个大叔,历经了世事脸上满脸都是沧桑感,沧桑的大叔感无亦凡,带了一朵橙色的花,跟太阳一样有着明媚的色彩, 他里边穿了一件白色的小衫外面,搭配了一件卡其色的风衣外套,看起来很有绅士风